另外大约99名居住在后港一家成人残障者福利院的住户 星期五注射了第一剂冠病疫苗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卫生部第二部长马善高 在Facebook贴文分享自己前去观察 卫生部流动疫苗团队工作时的照片 部长表示成人残障者福利院专位没有住处 或是无法获得看顾的残障成人提供长期住宿与护理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正为相关的福利院职员和住户安排疫苗注射 目前已有651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